昨天也說錯了,昨晚我去看演唱會,所以未必有最正分析 所以今晚的最正分析可能會長一點 有些觀眾會奇怪,為何昨晚的《啤梨漫步》沒有了特陸節 本身我今天下午也想補回,原本是錄了特陸節 但發覺是有一些技術的問題,播片的時候 我說話的聲音可能會比較回音,太空一點 想著今天都有嘉賓,星期一會播出的 都要錄影,因為這位嘉賓很給面子 大家星期一會知道第二位嘉賓,因為他家裡有些事情要處理 本身在英國他回來,星期一是沒空的 但到星期六,專門和我錄了一兩節的訪問環節 講疑英港人,在英國的生活 以及最近的示威,究竟他怎樣看 有什麼影響 當然有些藍絲要吹到,現在的人排壞 這全部的罪證分析都反駁了,根本那些藍絲完全不認知就夠了 根本就不是什麼排話 就是第壁 原本我也想錄了,或者錄了多次 就是昨天那集的第六節 但是今天回到去,很不好意思 我們的電腦開不開 火牛燒了 要等新的火牛買回星期一 應該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的《啤梨漫步》 我會做多一節 做第七節出來 或者那節不放在直播 但是放行不放星期二的下午突然間 就推出來了 現在我也在想 當然要看星期一 就是那個火牛 買回公司 因為今天突然間 不是吧 突然間 其中一部電腦燒了 火牛就燒了 都搞了很久 是底盤問題 還是火牛的問題 怎樣也好 那一節我都會報回給大家 好了 講回新聞 遊戲新聞 都很多 大家都可以 最高峰 原來有十萬本 不过现在的姐妹都不流行 大家收看的习惯都不同了 另外昨天去看了演唱会 看了郭富城 也挺好看舞台 他很棒 不过那些人都会是FF 郭富城也是王的 但昨天心想 咦不是啊 美心他有份做代言人的赞助 我觉得是无谓的 太多FF 他自己都没有表过太太 不过说真的 他跳舞就是他一流 现在58岁 跳舞都更好 当然跟以前比 到58岁 又肯学画画 写字 我小时候对郭富城没什么特别 我有个男性的同学很喜欢郭富城 女人反而喜欢黎明和郭富城 通常都是张学友和郭富城 郭富城他跳舞也很棒 舞台设计也很棒 现在是59岁 嗯 总之你问我 不用太多幻想 他不像谭冠伦 说黑话就可以了 至于我看到今天的人都在争论 就是说对Anson O 说他这些 就是说为什么要笑他 当然了 都会看一些粉丝 他怎样看的 他怎样都好 如果你对你喜欢的艺人 或者是频道 你多点看 多点给like 喜欢艺人多点去 比如说出碟 信仪价不流行 实际碟 你也照顾他 他有音乐会 演唱会 他也照顾他 另外今天也看了 死是与狼人 死是与狼人 那些风格都是搞笑 都挺好看的 狼人去到现在 都这么高兴 这么多年 另外刚才也说了 今天也有做陆镜 有嘉宾都未必可以 你知道那些放风时间 或者六指摆的时间可以上来 所以有时候都要录影的 昨天星期五 和副政司讲亦不病 然后也有诺文 诺文讲一些街场踢球 漫画等等 希望大家都可以重温 印度神龙丘体议员就好 我也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讲亦不病 那我想问 你有做立法会议员 你有做行政会议成员 这个林建峰 究竟你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人家有没有采纳你呢 你觉得你业戒 那些前景非常良好 我真是疯狂的 那些人 我和你素夫 我现在不疯狂的 你前景良好 那些人 相关议员都 我真是疯狂的 那些人 我和你素夫 我现在不疯狂的 你前景良好 那些人 那些人 相关议员都出来反驳 先收回那些话 未经议员